看了标题你就会知道 今天视频的主题是 get ready with me 新品试用再加上粉底液的实测 今天我们要测试的粉底 是这款亚诗染袋新上市的 double wear sheer foundation 然后眼妆和唇妆的部分 都是我最近新入的一些 有的是新品 有的是对我来说新的产品 最后的效果呢 就是我现在脸上这样一个 带一点紫色调的 干枯玫瑰色系的 秋季的妆容 如果你们对这支粉底 或者我脸上现在这个妆容 有兴趣的话呢 就看下去吧 刚刚为了节省时间 我已经把护肤和防晒都上完了 然后我今天用的防晒霜 是这支MD Solar Sciences的 Mineral Cream SPF50的物理防晒 这是一支全肤质都可以用的物理防晒 哪怕你是敏感肌或者痘痘肌 或者有玫瑰错窗的话 它也可以用 它上脸的话是一个雾面的效果 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 刚上妆的时候 你摸起来会觉得有一点点的龟感 我这半个月都在用它嘛 但是它和我的底妆都没有出现打架的情况 好 那防晒霜说完 我们就来说今天的重头戏 雅士兰带了这支新品的粉底 美国地区的话是9月初上的吧 今天我们因为要实测嘛 所以我来念一下Sephora对它的定义 A sheer natural matte foundation with up to 12 hour wear SPF and skin care benefits 就是说它是一个比较轻薄自然 又雾面的粉底 并且是12小时持妆还带SPF和护肤成分 最后两个关键词我们可以直接忽略 就是SPF和护肤成分 SPF19这就 大家明白 粉底有护肤成分这一点 我也是从来都不相信的 毕竟如果粉底有护肤成分的话 你还要买护肤品干什么 对吧 重点就是它是轻薄自然雾面 那我们今天就针对这几个来看一下 还有就是它的遮瑕力度 说是轻度遮瑕 首先它这个包装是塑料的 就是你可以按进去这种瓶子 它应该非常的旅行友好吧 毕竟就是很轻 然后你放在化妆包里 或者行李箱里面就不会 不会摔坏 然后我买的色号是EWE Bone 我以前是从来都没有用过Double Wear 所以这个色号我也是盲选的 我选的应该是黄衣白吧 然后我昨天刚刚收到也没有打开过 哇这个流动性好强 我天哪 妈爷 这就留下来了 你们看到吗朋友们 乍看这个色号我好像是选对了 手上的这个我们就待会儿来看看它的会不会氧化吧 既然它流动性这么强的话 我准备用刷子上去拿个刷子 我回来了 我真惊呆了 这么强的流动性 我想到它sheer 它说是sheer 我没有想到它这么sheer 好那我们就直接上脸吧 我今天用的那个粉底刷是Hourglass的这个 胖胖的粉底刷 好现在这里的话就是上完一层和素颜的对比的效果 遮瑕程度的话一层来说这里是比较轻的 大概有个三四成的遮瑕 然后妆效我现在用刷子上 是挺轻薄的 然后挺自然的 那我们现在就把另外半边粘液上了 我待会儿肯定还是会上第二层去看它的那个 遮瑕力能不能叠加 我还挺期待的 现在你们看到就是上了一层比较轻薄的粉底液的效果 首先我要说是这个色号我算是盲选成功了 作为一个带一点橄榄调的黄衣白 EWE Bone这个颜色是完全可以用的 它没有什么体量的感觉 就和我肤色是 基本上是完美match吧 不管我从镜子里看还是就是monitor里面看都是挺match的 然后其次的话它的遮瑕 因为它说的就是light coverage 所以总体来说我认为一层的效果就是均匀肤色 然后雀斑和痘痘能遮个30% 它这样子一层的妆效在我看来是非常自然的 然后也比较清透 那我们现在就来上一下第二层看看它遮瑕度是不是能够叠加 好现在就是上完两层的效果 它的遮瑕度在我看来到现在的话是差不多六层左右 你想要完全遮掉痘印和雀斑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然后因为它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流动性很强 所以你没有办法把它就是真正的点涂在某个地方去提升局部遮瑕 因为今天是做它的实测嘛 所以我不准备定妆也不准备再用额外的遮瑕 没错 所以我现在准备上一下修容画一下眉毛 修容我准备用之前安利过的这个Mickey Plum 也没有在镜头前给大家用过 所以今天用一下 然后是鼻影 好现在这样就是一个比较自然的修容效果吧 稍微有立体一点 接下来是眼妆的部分 我要用的是这盘也是我最近新买的Dior的这个Backstage酒色盘 它的色号是Rosewood Neutral 004 这款好像是去年的圣诞的时候出的吧 反正它对我来说是一个新品 然后它的主要的色调就是带一点干枯玫瑰感觉的大地色盘 就整个盘这个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全面 然后你想紫一点就可以紫一点 像棕色想大地色调一点就可以大地色调一点 像这个是眼影打底膏 然后这里的话就是一个裸色 然后这个的话它写的是作为一个高光色来用 这边两个都是带冷调的深棕 然后这里四个就比较偏真正的紫色调 今天的话我想用它来画一个紫色的干枯玫瑰色调的眼妆 感觉比较适合初秋 首先用中间的这个玫瑰色来给眼皮大面切打个底 这个系列的粉质我是挺喜欢的 就延展性和显色度都比较好 然后我们用下面这个深的紫棕色来加深一下眼尾 然后同样是这支我再用刚刚那个玫瑰色把下眼影也打一下 那个刚刚那个紫棕色在眼睛最后下眼点的最里层 其实就是和上眼影做一个镜面的折叠 只是下面的那个范围要小一些 然后这一盘004它跟之前三个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 也是它多了一个没有压花的色号 它写的是Metal 所以我今天要用它来给颜褶里面提亮一下 我们这个就用手指 正好来手臂上刷色 这我之前没有用过 它延展性感觉不错 我来上眼看一下 一下子眼睛就红了是不是 好那这个眼影盘就到这里 我去补一下眼线和眉毛 然后我回来了 我去补了一下眉毛眼线睫毛 然后搞了一下头发 接下来就是唇妆的部分 唇妆的部分我也非常的兴奋 因为也是从淘宝转运过来的两支韩系的新品 是3CE的水雾唇露 我买两个色号是一个奶茶色Bake Beige 还有一个是雾眉色Double Wind 我之前已经打开过包装了 在手上刷过色 但是还没有上过嘴 所以正好今天可以上一下嘴 然后看一下它的质地在嘴上是什么样的 我记得我当时在微博上种草的原因是 它比较轻薄 就是听说是像水一样 然后在嘴巴上不会有那种唇釉的异物感 所以我还挺期待的 我先给你们在手臂上刷个色 这个是Bake Beige奶茶色 然后另外这支是我准备上嘴用的 就是它是一个紫调的玫瑰色 和今天眼妆超级搭 它整个就是在手臂上试色给我的感觉 就是它非常的清透 哇哦 我很喜欢这个样子 就是这个唇色和这个眼睛完全就是非常的match 是我理想中的紫色调的干枯玫瑰色的妆容 嗯很满意 而且它这个质地真的是和大家说的一样 非常的清透 而且它沉膜之后 就是不粘腻 看到吗 就是它完全不会粘 基本上不会transfer 好了 那今天的这个妆容算是完成了 和我这个小镜子也match了 现在据我刚才就是上完底妆是差不多一个半小时 我镜子里看我是觉得和一开始没有什么区别 对就不知道出门以后会怎么样 因为现在天气还是二十几度 然后阳光下走的话会有一点点热 我不知道待会儿的持妆会怎么样 我们之后过几个小时我会在外面给你们更新 哦对你们还你们还记得我手上的那个粉底液 我们说要看它是不是氧化变色吗 我现在来试一下第一个新的 这个新的好白啊 但是我觉得它在我脸上好像就还好 这样看的话它氧化其实还挺严重的 就这里是新上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半小时之前上的 像我新上的就和我皮肤一样 可是这个就是颜色比较深 然后在脸上的话 现在好像还看不太出很大的区别 但是晚一点的话我来告诉你们它具体怎么样 那我现在就真的准备出门了 我们过一会儿再见 我们过一会儿再见 好 我们过一会儿再见 因为我们连郁可以习惯重的 有星期 remarkably 没关系 在我全部两个月之后 在我尝尾里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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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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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很漂亮 好朋友们 我刚刚在吃brunch 然后现在给你们更新一下底妆的情况 现在的时间是下午的1点半 距离我早上上妆已经是4个小时了 然后我觉得它跟早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如果你们现在看到我脸上有这个光泽的话 它就是一个正常的自然光的反光 因为我现在面前的是两扇非常大的落地窗 然后细腻程度和遮瑕的话 我觉得和早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也就是那个五六层的比较轻薄的遮瑕 然后就是这个3CE的口红 喝水喝咖啡的时候是几乎不会冻的 但是你如果是吃东西的话 它还是会有一点掉的 所以如果你们是涂它出去吃饭的话 建议还是带在身上 可以随时的补一下 那我们就等会晚点6个小时或者8个小时的时候 再来跟你们check in 哈喽朋友们 我到家了 现在是下午5点半 也就是距离我早上上妆过去了8个小时 嗯 不错 因为我本来没有想到会做到8个小时 但anyways我们做到了 接下来我来总结一下这款粉底在我这里的感受 第一是在遮瑕能力方面 如果你是瑕疵比较少 没有什么瑕疵的人 那它遮瑕度肯定是够的 第二种就是如果你和我一样 对粉底的遮瑕力没有太高的要求 能够帮我遮掉五六成的斑或者痘印 然后看上去肤色很均匀 然后社交距离的话认为这是一个干净的底妆 我觉得就非常满意了 那这个遮瑕力就是也OK 然后从肤质上来说的话 我比较推荐混油中性和混干的人去使用 然后如果你是大油田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用double wear本人 不要搞这个share不share的 然后最后颜色和氧化方面 我觉得它前面就是我们早上在手臂上看的时候 对比挺明显的 但我自己看我是觉得OK 就是像你们现在从那个镜头里面看 我这里的肤色就是我身上比较白的地方了嘛 和我脸上它还是一个处于比较match的状态 就没有那种什么脸怎么突然这么黑这种 如果你特别介意的话 你就往白一个色号买 嗯我自己是觉得没什么必要 这个EWE bone在我黄衣白脸上是OK的 好那今天的底妆实测就是这样 最后 最后 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用的话呢 你就记得给我点赞 一键三连 给我一点鼓励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频道呢 就可以点一下关注 这样后续有新视频就会收到提醒了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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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